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报道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政治系博士生南乐表示说 他认为这次反同公投成功的关键在于保守宗教团体与家长 还有教师团体在立场与话术上成功整合 据报道 十项公投当中其他通过门槛的还包括 国民党提出的反空污 反深奥和反核实三案 以和杨绿一案也通过门槛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事实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